台北市的選舉呢 到了最後一個月呢 出現一個蠻詭異的變數 因為最近出了一本書 八月份的時候 是一個外國人出的 這個書名就很恐怖 叫大屠殺 那屠殺講的是什麼呢 因為中間講到有這個 活體災除器官 是不是形同一個大屠殺 那講這個事情的時候呢 書裡面有整整的實頁 訪問了柯文哲醫師 好 那裡面似乎有點指控 就說這個柯文哲 是不是涉及到器官買賣 目前這個柯文哲延遲否認 但是否認至於也很奇怪 因為這個作者呢 他說我選後再幫你澄清 為什麼呢 如果他寫錯了 依照柯文哲的說法 絕對沒有這樣講 為什麼選後才要澄清呢 不過這也讓我們開始產生好奇 就中國的器官移植 現在到底是有多麼的 多麼的令人等於所知 或是蓬勃 很勃勃發展 我先請教一下 就是說台灣跟中國大陸 我們在器官移植上 我們先來講 器官移植有幾個來源 第一個就是死刑犯 對不對 台灣的處理是怎麼處理 大陸又是怎麼處理 台灣我先講一下 台灣的處理其實 不一定完全是來自於死刑犯 也可能是腦死的病人 他們願意捐贈 願意捐贈 遺留大愛 對 那我們其實沒有那麼多的來源 是來自於死刑犯 那我們比較多的來源是來自於 醫院裡頭的腦死病患 請他們家屬願意捐贈 那可是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們都會有個登錄系統 然後就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心臟出去了 哪一個醫院的哪個病人 比較需要 對 他有一個優先次序排很棒 就是說我們自己要去登記 所以我們今天比如說 我們需要或是家屬需要 他可能需要腥 需要肺 或是需要肝 肾之類的 那他會看你的病情的嚴重性 來排那個順位 可是如果說像是 仰賴是捐贈的話 那數量肯定不夠的 真的 我們一直就是 臺灣器官移植協會 一直在鼓勵大家捐贈 捐贈 可是臺灣的捐贈風氣 其實並不是這麼的盛行 所以臺灣在等待器官移植的 譬如說有十個人 百分之八以上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 都一直在等 譬如說真正能等到的 大概一年大概不到四百 因為家履所以絕大多數的病人 就是在等不到的情況之下 就過世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等得久 但是有些根本不用等 像大陸完全不用等 我看到有個例子 一個醫師 他一個禮拜可以開五十幾台刀 然後拼命還乾 一個禮拜開五十幾台刀 最差張的 然後你們就要問真的 然後就說 為什麼他的肝這麼多 他的來源 為什麼多到都不用等 對 我自己的親戚 就是在臺灣也在等 那他也那時候才五十多歲 那已經洗腎了 他已經腎臟剩下百分之十的功能 那必須仰賴洗腎 然後就等著換腎 結果後來 醫生跟他講說 你大概等十年吧 可能十年以後 對 就是腎臟的意思 那可是撐不了十年 有些人 如果好好 因為他們會認為 你好好的洗腎 臺灣洗腎的這個 技術非常好 費用也很好 對 不夠到不得了 一年的洗腎病患 健保幾分他六十多萬 那到道路去換個腎 頂不多是一百萬台幣 一百到三百萬都有 你看你等多久 所以你看等捐贈這麼的困難 然後我們的死刑犯 因為我們現在執行槍決的 也少 對 然後槍決還有兩種狀況 就在臺灣的情況就是 有些人知道是死刑犯捐贈的 他不願意接受 沒錯 其實就有一個最讓人 覺得那個好玩的一個例子 也不講好玩 有一點點 感慨 經典 當年陳靜欣這個惡徒 那麼被槍決之後 他其實有牽下這個器官的 這個椅子 真正的問題 那麼在台大就有一個婦人 他正在等待肺的移植 結果在這個當天晚上 把陳靜欣給槍斃完之後 那麼就極快地 把這一個所謂的器官 要移植過去 但是也不曉得什麼原因 這個婦人竟然知道說 他的移植的東西 這個器官是來自於陳靜欣 他說這個龍心狗肺 媽媽 這個殺人犯 這個龍心狗肺的東西 我寧可死也不要 他拒絕了 他拒絕了 結果呢 這一個婦人 果真真的是就這樣子 就往生了 他寧可不要這個死刑犯的器官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關鍵在說 那他怎麼可以知道是 陳靜欣給他 這就是問題所在 他其實不能知道的 他不能知道的 對 但因為那天剛好宣布 說陳靜欣那天要槍絕 報紙 新聞寫很大 對 所以槍絕陳靜欣那一天 新聞一直跑 真的好 看新聞看得很仔細 而且去摘器官的時候 新聞也出來 沒錯 這樣子 對 所以他就 送到哪個一頁什麼 都是前線的追蹤 所以是因為新聞報導 結果他知道了 沒有錯 好 那這是台灣的 死刑犯的狀況 我們一直聽說大陸其實 其實某種程度拼命 在執行死刑犯 也跟這個器官一致有關 真的假的 我真的嗎 我舉個例子 其實我們認識的 有好幾個媒體界的朋友 也是一樣 他們就到大陸去換器官 他們 比如說換肝 換肝 好像換肝跟換炫最多 最多 那我們講 舉的是這個換肝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基本上 他已經等很久 他已經等於就是已經到 我們講就是肝已經到 硬化到某一個程度 結果他就等 不用到半年 就過去了 也花了大概兩三百萬的台幣 差不多 結果換好了 回來之後 他以前是因為喝酒過多 所以就不能再喝了 換了肝之後身體還不錯 半年之內覺得身體不錯 結果他又不小心又喝了 喝了之後不到三個月就走 這好像家裡也講 就是你的親戚後來 也是去大陸換肅嗎 對 換肅這個多不多 其實非常多 在大陸某一個地方 它有一棟大樓 全部都是華人 外籍華人 你知道就是 就是蓋得還滿漂亮 跟他們其他的這個醫院裡頭 每一棟建築物都不一樣 那一棟蓋得特別漂亮 那住進去的人 當然每一天都有住院的費用 另外他也直接講了 就是30萬港幣到50萬港幣左右 那就是差不多是120萬到150萬 對 但是這個在十幾年前 後來過去的時候 他會跟你講說 今天總共要槍擊多少人 有 真的這樣子 對 然後他也知道 他拿到的是 大陸自信犯的腎臟或肝臟 所以那一棟大樓是換器官大樓 對 而且是 都是外籍的 都海外過去的 來的不是新加坡的 那個菲律賓的 然後那個越南的 台灣的 都是華籍人士到大陸去的 這是國際器官移植中心 對 所以你想想看 像我們這種你說 講到比較豪華的大樓 然後有很好的設備或幹嘛 我們做什麼 我們是做整型 還有健檢 他們是 對 我們做整型健檢 他們是換器官 對 不過後來其實到大陸換器官 尤其是換腎 已經到相當高的水平了 像我們台北市有一個 某名義代表 大家其實也都認識了 他後來大概是五六年前 還是十幾年前 他去換了腎 到現在換到一個 昇龍活虎 大概七年前還是八年前 我知道他講的那一位 就是我認識他 對 然後他也跟我講了 他去換腎的過程 然後他不但是要準備 一百多萬的新台幣 他還另外準備了一個 很大的紅包 對 然後先塞給醫生 那這樣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當然就希望 你剛好幫我開得比較快點 第二個是排比較早的台 對 真的 精神好一點 對 精神最好的時候 所以他其實後來 復原的狀況很好 他沒有再回去 要去做別的這個手術 他現在就一直很好 可是我不太了解 因為早期的時候 因為在大陸 不管是換器官或是做 還有很多小朋友 他們為了要減肥 去做那個 為了到手術 對 為了到手術 其實癒後都非常不好 手術品質非常不好 現在改善了 其實良幼不齊 他在大陸的這個醫院的 或者醫生 他們甚至有 醫生是那種 三加二的 什麼意思 念三年兩年實習 還有五加三的 五加三OK 念五年 三年實習 所以大家 三加二兩年實習 對 就來動刀 對 就是他們 他們的平均水平是不夠 所以你一定要到三甲醫院 才可能有一個比較好的醫生 質素比較好 所以他們的 他們的那個醫生程度 其實是上下差很多 這就靠臨床了 對 那臨床的話 意思就是說 病人就是實驗體 沒有 不夠 好 不過我們 後來就認了 我們臺灣人都知道說 大概哪幾棟教學的 三甲的醫院 是患肝患腎 器官捐贈或器官移植 非常的活潑的 因為你知道 我的親戚去 就像那個鳳馨講的 我們那時候去跟 有軍方背景的人 稍微 拜託打個招呼 軍方背景 再來就是醫院的紅包 一定要給 還是要給 然後還有一些這個黨方面的 譬如說去找一些 某一些代表 過去幫忙再講一下 黨政軍都有講 還是等了三個月才換到 所以其實 到在那邊換的問題是 大家已經不需要擔心說 品質好不好 曾經有做 荷包夠好就好 其實換了回來好嗎 你不是說其實是失敗的嗎 換了回來你真的 我不知道說到底 真的全部都是好的 因為他們在手術之前 他一定把這個 這個要捐贈的人的 質素都準備的 還不錯 比以前好很多 以前都很害怕 換了腎臟之後 得了B肝 得了艾滋病 因為他可能有 他可能 因為大陸B肝跟艾滋病 非常多 所以他們換了 換了這個有新的病 現在他們都比對得 非常的仔細一點 就連台灣的醫生都說 其實他們那邊換腎 換肝的這個水平不錯 因為就像剛剛藍軒講 一天動五十幾台刀 對啊 他們往那個練習 對 他練習太多了 就已經非常的 變成專家級了 真的 我是覺得也難講 有時候比對上 有時候有出問題 像我們認識的一個 雜誌的老闆 也是到大陸去換腎 按理說他們的 基數水平應該很高了 結果換完之後 不到三個月也是 可是如果說 他們現在如果已經變成 全球華人的器官移植中心 那需要的量有多大 所以你如果只靠死刑犯 怎麼可以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剛才聽你們這樣講 我覺得其實是很恐怖的 第一個就是說 那一棟大樓 它如果來源都正當 它是死刑犯 你還覺得好一點 對 它的來源如果不正當 它從哪裡來 所以後來因為死刑犯 大家國際都在關注 有一些什麼 什麼就是不能免死的一些機構 都一直在全世界捍衛犯人的人群 對 就後來他們大陸稍微沒有那麼 沒有那個活動 所以後來他們就變成說 是鄉下農村地區的人來捐勝 那個品質很差 我們常聽到 那就是國體栽除 大陸曾經有報導 一個年輕女生才十幾歲 不到二十歲 為了一個哀佩 沒錯 我覺得看得好難過 把第一腺臟就賣出去了 就有點像以前賣血 對 現在賣腎 對 他們這樣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一種 社會上的悲歌 但我覺得還有一種 就是這一次 柯文哲的事情清扯到的 其實是嚴重的 他中間講到法文功 對 這個很恐怖 這有點讓大家回想到 有一段時間 其實大陸的法輪功 他們是出來指控 對 就是大陸的這個官方 或者哪裡 他們用活體 栽除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譬如說我看到一個 說什麼在哪裡 有一個六千多個人的集中營 中間針對兩千多名的 法輪功的學員 栽除眼角膜 對 什麼 這個其實 他不是只有內善 而是眼角膜之類的 所以這六千人 把他養在那個地方 目的只是要栽除他的器官 你就不知道 所以法輪功是在指控 也是一個懲罰 因為大陸對於法輪功 一直抵制 所以後來有一些的人 有些像剛剛大屠殺 也是一個國外學者寫的 好多國外學者針對大陸的器官的買賣 不能說捐贈 器官的買賣跟移植 有很大很大的疑惑 導致本來今年九月 在大陸要開一個器官移植的大會 國際抵制 我們國際移植協會抵制 因為你去年 去年在杭州有一個協定就說 好 我就是不要濫用這個器官 也不要亂買賣 也不要用死刑犯 也不要用法輪功的 可是經過一年的觀察 大陸還是繼續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需求量太高了 因為他的 可能他的費用也滿不錯的 那這個他們會有去調查 譬如說一九九七年 開始打壓法輪功的時候 可是本來死刑犯 已經沒有那麼多死刑犯 以前曾經有個新聞出來之後 就讓人家覺得很難過 就是說那一年大陸說 我今年要槍斃兩千個人 各地的富豪都去了 你知道 我聽不到 他慌張 他為什麼會知道 他要槍斃兩千個 他自己講 對 他先知道他要槍斃兩千個 他一宣布完了之後 全世界的有錢人 就跑去 他事先訂額度就是了 這實在很誇張 我打個槍 這跟下訂單有什麼差別 沒有差別 對啊 是一個道德上的 就有一個問題就是 台灣我們當然現在 我們最近幾年來 就像我們講 死刑犯的人數銳減 根本沒有法官願意判死刑 對不對 我們費死聯盟很多 大家不斷地倡導 那在大陸不是 大陸他們的槍斃人數 老實說兩千個 剩小case 算少的 就我們現在 我們知道他們的犯罪 包括我們台灣 如果有在那邊販毒或什麼 一抓到馬上就槍斃了 所以他們的所謂的死刑犯 就我們了解兩千個人 很多 在大陸人口這麼多 省分這麼大 兩千個基本上就我了解 算是小額的 所以他這個兩千人 可能講的就讓你說 我們怎麼可以下訂單 其實不是 而是兩千人可能是 最近幾年來的 一個低標而已 所以這個聽起來 真的是非常的毛骨悚然 對 可是在這活體器官買賣 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更害人聽 對 沒錯 你說除了小朋友 他們自己一時之間 這個價值觀判斷 太誤差了 為了一個iPad 去賣肝 賣肾 但是 大陸他們自己的新聞報導 有人這樣子進了醫院之後 回來之後 我到後來才知道說 我少了一個器官 因為那是遊民 好多遊民 有一些還不是遊民的 莫名其妙 他就住進醫院 他就發現 我這邊怎麼有一個刀 這跟我的那個病沒關聯 怎麼這邊來得把大刀 器官不見了 這太離譜了 這大陸我想 其實我們講 我們以我們的 這樣的一個水平去看 我們說怎麼可能有這種狀況 但是你要知道 大陸的貧富賢出是大 很大 所以整個鄉下上來 真的沒有錢的時候 像我們以前過去 那種年代裡面 也有人賣賣血對不對 賣血來去賺錢或什麼之類 大陸其實也有這種狀況 他會跟你講 兩個順盪的資料 塞一個不會怎麼樣 所以我是認為 是有這種所謂的市場的需求 才會有這樣的供應者 所以他大陸的貧富賢出 這麼大的時候 來自於鄉下的人 他們有一些 就是嘗試不懂的 他可能就會這樣 所以曹先生你說 大陸有很多的管道 都可以下了訂單之後 他想盡辦法去給你 沒錯 器官變成一個 像商品一樣對不對 而且還依照著公需之間 然後看起來 如果說需要的人多 他突然之間就 哄台得非常地 我剛剛提到一個 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竟然有人就提到說 法輪功這些什麼的 法輪功者 他們的器官比較健康 這個說法就很糟糕了 這是那本書裡頭 那本書裡頭說 柯文哲這樣講 對 那就是說 我們從其他的網站 或什麼也提到這個消息 說法輪功的這些 煉器功者 因為他們的腎臟比較好 他們的器官比較好 所以在於他們的活體 這樣來講 對比較有功勞 這就是匪夷的事情 每個這樣講的 一個人的器官 對 你們剛才提到 談的這些東西裡面 我覺得有一個疑點 就是說台灣的 有這些需求的民眾 他們都知道 大陸哪一些的醫療院所 你說三甲醫院嘛 對 做得好 對不起 而且台灣的這邊的醫生 還覺得說 他們現在技術進步了 對 這裡面有沒有仲介的行為 這個病人怎麼會知道 他該找哪個醫院 所以柯文哲這次的問題 也出在這裡 有沒有仲介 或介紹的行為發生呢 這段廣告 我們再回來討論 我們再次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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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次回到